所以你平常就是習慣睡著嗎 其實我是一個無時無刻都可以睡著的人 所以你在拍攝的過程中有沒有什麼就是各種睡著的狀況 除了電動廠是真的有睡著嗎 電動廠真的拍到睡著 這太累了是不是 因為電動廠它的那個房間很小 所以就是很多工作人員都要走來走去 然後遺跡位什麼都會喬感覺 所以我就趴在那邊 因為我剛好等一下知道有什麼睡覺的事 然後我就真的睡著了 然後重點是那個導演就叫大家不要叫醒我 因為這樣子拍的最好對不對 對因為他是突然間要把我叫醒嘛 然後剛好我睡著了 所以剛好就是導演就說你不要叫他 所以那一場戲就是完全播NG就過了是嗎 對 好 你在學生時期是屬於哪一種學生 是學霸型嗎 還是讀書歌型 乖乖排 還是從小就是個風雲人物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不太會讀書 不是不喜歡就是沒有那個繪根 就是我的姊姊我跟我姊筆的話就是 他就是看一看都會那一種 喔又這麼厲害 所以我有時候蠻記錄他的 我就想說自保自其算 所以你在學校也是那種比較默默型的帥哥嗎 我在學校是比較調皮導彈 調皮導彈 可是調皮導彈比較會引起大家注意 沒錯通常學生時期調皮導彈的男生是不是最帥的 這會想要一直就是follow他 偷偷跟蹤他到底在幹嘛 好像有點點態 那有說過很多情書吧 有 有 有像剛剛那個女主那個女二這麼強嗎 就是要旁邊有一個仆人幫他倒出這麼多情書 有這麼誇張嗎 其實我還沒有看過片花 我都還沒有看過 喔真的嗎 所以我剛剛很想出來看 就是我都還沒有看過 就是剛剛有一幕就是那個女二呢 他是女神嘛 然後他那個李墨枝同學 就把那個情書倒在他的桌上 就每天都這麼多耶 有嗎有這麼多嗎 是沒有那麼誇張的 但是我也會寫情書 喔唷你有寫過情書給別人 所以以前學生時代都很會折龍愛心啊 對 欸超難折的欸 之前有收到就是粉絲一直給我的信 都很懷念 呃 好久沒有人這樣折東西給我 真的欸 記住了嗎 記住了嗎各位朋友 那有沒有收過印象最深刻的一封情書內容 我剛剛就要取他 我這麼直接喔 可是這個好像感覺你每天都會收到耶 沒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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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時候不一樣喔 那時候我才國中高中 國中 是老師給你的嗎 沒有就是放到我的桌上 好 那在劇中的感覺 我們那個杜亞修同學 非常會撩妹 那你本人是一個很會撩妹的男生嗎 我本人啊 對 還 就可能走一走動作就要畢動人家 會這樣嗎 我覺得會很喜歡講那些很爛的梗 像是 來聊一下各位朋友 隨便找一個嗎 好 你對著他講 你會喜歡我嗎 這 欸這是靠臉啊 這沒有任何進行 沒有沒有沒有 你要回答啊 不會對不對 那我可以教你 唉唷 好像很會耶 真的很會 明天啊 好 那 哈哈 等一下是後面的朋友也要是不是 沒有來鬧場 保持你們熱情 待會有可能 可以跟我們來個城鄉互動好不好 好